作为地球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 其大部分广阔的土地仍未被开发 从外星的发现到恐怖的遭遇 所以在这期和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俄罗斯遭遇的最惊人发现吧 他们简直让你不敢相信 使我一直在思考 这些东西真的该被人类看到吗 不过在开始前 还麻烦大家先帮忙点个赞 并订阅探索号 这样既能回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内容了 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 俄罗斯的大脚怪 人们不得不怀疑 西方的大脚怪是否与这只类似 2019年10月7日 一名露营者正在穿越俄罗斯的森林 他看到一个疑似大脚怪的生物 正在从树后伸出来看着它 虽然这只发生在一瞬间 但被露营者用随身相机拍了下来 由于不知道这个黑乎乎的家伙的意图 露营者决定立即离开这个地区 并缩短了他的露营冒险 UFO多次遭遇 飞行员西奥切尔西报告 发现不明飞行物 2019年10月 他在向阿拉斯加山脉的东北方向飞行 他观察到一个圆盘状的物体 他的尾巴垂直地盘旋在火山附近 在这次遭遇中 第二个物体从山上出现 当另一个实体飞进去时 这个圆盘状的物体变形了 拥有35年飞行经验的切尔西 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6个月后 他在同一区域附近的自动驾驶仪故障中 遇到了奇怪的云层行程 这是他怀疑不寻常的磁场活动 让人想起百目大三角报道的现象 他详细的观察和照片 增加了不明飞行物的神秘性 蜘蛛怪兽 从这只蜘蛛的大小来看 它看起来几乎像是 从科幻走进现实的家伙 一名公寓房客 注意到一只巨大的蜘蛛 出现在附近的公寓大楼上 正在慢慢地向上攀爬 他有四条巨型长腿 核心躯干非常小 他慢慢在大楼的这一边消失了 直到城市另一边的另一个族户 再次看到他 两位目击者都不相信他们所看到的 因为没有足够的人看到他 尽管他的大小或新闻 并让他们在网上分享这段视频 当一个人穿过森林时 他遇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他发现了一具 似乎是某种生物的骨架 它太小了 不可能是人类 但可能是某种未知的动物 遗骸纤细的身体里 有瘦弱的胳膊和腿 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 这名男子感到好奇和不安 他记录下了这个实体 并将视频发布到网上进行推测 尽管他做出了努力 但这具遗骸仍然让观众感到困惑 没有人能认出这只生物 这个神秘的发现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许多人开始猜测 他偶然发现的这具奇怪骨架的起源和性质 外星头骨 一个男人冒险进入西伯利亚寒冷地带 偶然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浸在冰水里 它原来是一个头骨 但仔细观察 他的眼窝看起来不像人类 他认为这是一个外星人的头骨 把这一发现记录下来并发布在网上 这段视频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但人们的反应大多是讽刺 观众指出头骨看起来像一个玩偶 这表明他不是外星人的头骨 尽管一开始很兴奋 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个人造的好奇 而不是一个外星之谜 也许吧 如果你知道什么 或者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请在下方和我们一起交流 UFO遭遇 在俄罗斯 有人报告说 看到一个飞碟在湖上盘旋 那个物体朝水面飞去 然后突然消失了 他把整个过程都拍了下来 贴上了UFO遭遇的标签 当拍摄者将这段视频发布到网上后 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许多人对其真实性进行了猜测 质疑人士指出 视频中没有物体在水面上的影子 这可能是经过剪辑的片段 他们还认为音效和视觉效果 似乎是人为的 尽管持怀疑态度 但这段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兴趣和辩论 一些人相信这是一个外星人的引用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所以你认为呢 请在下方分享你明智的看法 未知的手 这是另一对挖掘者的发现 他们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 但也确实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进行捕鱼活动时 两个年轻人发现一只手漂浮在冰下 不知道是是手还是拼 起初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起谋杀案 可能这是受害者的手 因为它很重很结实 然而当他们拔出这只手并清理它后 他们意识到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人类的手 除了背部的三条黑色线条外 他的手周围没有皮肤指纹或毛发 所有人都希望在冰下发现的东西中 找到一个可怕的怪物是不可能的 两位YouTube博主在一个秘密地点 展示了他们惊人的发现 这个神秘的怪物被冻结在冰面附近 他们俩都在清除冰 希望能把它弄碎 从而进行钓鱼活动 当他们有了这个发现后 他们并没有让它自生自灭 而是出于好奇开始打破僵局 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真相 观众们认为他们会后悔这次经历的 因为他们不知情地唤醒了隐藏在冰下的东西 未知生物 这就是我们现实中存在的那种外星生物吗 毕竟它不像任何地球生物 街上的行人迅速拿出它的手机 不仅记录而且还放大了 这个突然出现在建筑物顶部的不寻常的生物 它的身体周围有几条腿 但只有一个脑袋 人们很难看出它属于什么生物 他们仍然很困惑 在看到它之后 在同一个屋顶上移动了几分钟 然后它进入了建筑物的盲区一侧 一名男子在南极州捕捉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 他在冰川上看到了一个移动的物体 记录员起初认为是某人在冰面上运动 但他放大仔细观察后 发现那是一艘正在移动的宇宙飞船 他开始在冰面上滑翔 过了一段时间开始直线上升飞行 这个景象震惊了他 因为对他来说 这似乎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他录下了这段视频给他的朋友看 他的朋友们既好奇又困惑 都没有明确地解释他到底是什么 冰川下的雪人 一名探索冰川的男子 在冰下感到了不寻常的东西 他小心地清除了冰层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未知生物的特征 随着来源的暴露 越来越明显的是 这种生物具有类人特征 就像一个巨大的雪人 他们被这一发现惊呆了 他把这个生物录下来并发布到网上 称它为雪人 这段视频迅速吸引了观众 许多人相信这些生物是真实的 然而 一些怀疑论者认为 这只是一个视觉效果或精心设计的骗局 尽管人们的反应不一 但这种神秘的生物引发了人们 对其真实本性的激烈争论和好奇 冰冻的恐龙 一名男子进入暴风雪中 寻找古代文物 并用工具调查冰层覆盖的地面 当警报响起时 他挖得更深 结果发现了一只冰冻的恐龙 他的大眼睛早早地睁开了 好像看着他吓坏了 他很快记录下了这一发现 然后离开了这个地区 他在网上发布的视频 引发了广泛的好奇和兴奋 人们被这一发现迷住了 被冰冻恐龙的景象吸引了 这段视频引发了许多关于这种生物 及其起源的讨论和理论 激发了世界各地观众的想象力 冬季天空异常 冬天徒步旅行时 一位徒步旅行者在天空中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 这个物体是黑色的 旋转器两端弯曲 在旋转器之间被明亮的白光照亮 这一不寻常的景象 引起了这位徒步旅行者的兴趣 他用相机拍下了这一现象 并将视频上传到网上 以探索他的起源 这段视频迅速吸引了众多观众 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和猜测 但该物体的真实性质仍然未知 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一架无人机 或一架实验飞机 而另一些人则提出了更神秘的解释 这个神秘的飞行物继续吸引和迷惑着那些 看到这段视频的人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如果你看过好莱坞电影《寂静之地》 你会发现这些生物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2022年3月25日晚 一位圣彼得堡居民在视频中 捕捉到了一个奇怪而神秘的生物 这位居民在下班后回家的路上 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在想象 但当他开始录像时 他意识到那个奇怪的 像外星人一样的生物穿过空旷的道路是真实的 他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蜘蛛 有多条腿或触脚 背上有一条大尾巴 他被它令人不安的外表所困扰 迅速离开了这个地区 直到今天 这种神秘的蜘蛛状生物的真实本性 仍然不为人所知 不寻常的光线 两个人去远足 当他们坐在山顶上时 他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 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一道蓝光从地面中央发出 在上面形成了一片黄城相间的云 云变得越来越大 这些人无法描述这个景象 因为他们不明白那里发生了什么 他回来后拍下了这一刻 发布在网上 大家都说这是一种技术或灯光效果 古老尸体 考古学家在挖掘时 发现了一具青铜时代登山者的尸体 尸体被冻结在意大利南部边境的冰川里 这名登山者的身体 还拥有着清晰的躯干 以及完整的门牙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因为据估计 这具尸体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 科学家们小心翼翼地 从冰层中取出了这具尸体 希望能揭开四千年前的更多历史 由于这一发现的脆弱性质 研究人员迅速工作 以保存遗骸并防止其恶化 尸体被送往因斯布鲁克大学 进行进一步分析 科学家将在那里确定死亡原因 不明的景象 一个女孩在山上游玩 在那里 她看到山中间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是一个又长又宽的盾牌 像一个有把手的东西 上面似乎还有金属丝 起初黑色的东西在地面上空静止 但突然 它开始在缓慢移动 并发出蓝色的射线 女孩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并录下画面进行推测 人们称这是一个恶作剧和编辑的片段 或者是某种用来欺骗他们的效果 让他们以为是某种未知的东西 鬼鬼祟祟的行走轮廓 大多数人会称之为或证明这是一个外星人 尽管他看起来很可怕 一个猎人正在追踪动物的足迹 希望能抓住一只熊鹿 但他不小心遇到这个奇怪的生物 由于不知道这个实体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 猎人只能躲在草丛里偷偷地记录 希望他尽快离开此地 尽管外星人看起来很聪明 但他们似乎仍然了解我们星球的一些事实 在西伯利亚一群年轻人正计划建造一个冰冻的水池 但在他们这样做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被困在潜冰中的外星人尸体 虽然没有人能解释清楚 除了一个外星人不小心掉进冰水里冻死了 有传言说这个外星人死于其他原因 但被埋在冰下 然而确切的性质仍未得到解决 即使以外星人的标准来看 这样的尸体也很奇怪 在俄罗斯核电站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 像外星人一样的尸体 这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 起初专家们推测这种生物 可能是一种突变的渔获鸟 可能是受到辐射照射而改变的 然而研究人员已经否定了这一观点 这具尸体最令人费解的特征 是其形状独特的头骨 它显示出明显的变化 而且没有脖子 这使得这种生物的起源更加神秘 南极金属异常 2020年10月 一位目光敏锐的调查人员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卫星图像 显示一个金属变形物体 部分埋在南极洲的冰中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科学家 和UFO爱好者的兴奋和猜测 这个物体不寻常的外观 引发了关于地外起源的疯狂理论 然而大多数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自然形成的 或者是早期探险中人造的物体 而不是不明飞行物的证据 南极洲的极端条件和孤立状态 可以奇怪的方式保存物体 所以经常导致误解 虽然这个谜团仍然令人着迷 但科学审查表明 需要更传统的解释 才能将其称为真正的UFO 隐藏的冰城 这可能就是所有那些奇怪的 和无法解释的生物的来源 一群探险家和科学家 在南极洲的基地进行大陆探险 就在离大本营几英里远的地方 他们在几英尺厚的冰层中 发现了这个开口 显示出厚厚的冰层下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尽管当时 他们暂时没有在冰下发现任何生命 但他们相信有足够的证据 支持微小的外星人 或任何地外生物的文明 怪异的青蛙 一名男子走出家门 发现一只奇怪的生物 栖息在树枝上 它有一个像青蛙一样的身体 长着一呼寻常的腿和胳膊 大而好奇的眼睛和形状 奇怪的嘴巴 它的背上布满了尖刺 身体上布满了奇怪的图案 出于好奇和困惑 它录制了一段视频 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希望能识别出这个奇怪的生物 网络上的各种猜测不绝于耳 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一只亚蛙 或者是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物种 这种生物不寻常的外观 让许多人着迷 并渴望知道它可能是什么 山间行走的巨人 2022年4月9日 一位提托客人在他的个人资料上 上传了他认为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贾斯珀国家公园 惠斯勒山顶上的巨人的照片 在声称遇到一名中情局特工 让他离开该地区后 他注意到不明飞行物的侧边和直升机 正在转移巨人 不久之后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被陌生人监视了 上传者暂时离开了社交媒体 随后又上传了一段视频道歉 并声称这个巨人是一个骗局 但他似乎被消息来源吓坏了 几个月后他被报道死亡 引发了进一步的猜测 使谜团逐渐飘浮起来 笼子里的奇怪生物 一个探索乡村的背包客 在罗马尼亚发现了一个 由人贩子经营的隐蔽的非法设施 尽管保安严密 他还是设法偷偷带了一台摄像机进去 视频展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 像动物园一样的地方 畸形动物被关在临时笼子里 背包客在拍摄时 画面突然变黑了 当他穿过背景中的人群时 可以听到耳语和焦虑的声音声 这段视频简短地展示了一个悲惨遭遇的生物 被困在痛苦之中 它突然结束让观众震惊 并质疑它们所做的可怕的现实 叫它无人机也好 叫它小精灵也好 其实它是在使用更高水平的技术 或者说是在寻找反重力 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户人家的监控摄像头 拍到了一个物体出现在空旷的街道上 并在空中或漂浮中四处移动 只要看一下录像 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无人机 因为形状很奇怪 没有可见的叶片或推进系统 这个小小的谜团 要么是使用了一些先进的技术 要么是漂浮着未知生物 触电外星人 要么这个外星人还未成年 要么外星人还不懂电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在互联网上分享了这段视频 视频中 一个看起来像是死去的外星人的尸体 躺在带电的电线上 据消息来源称 当他出去调查时 出现了一系列明亮的火花 然后突然停电 结果却发现了这一点 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 许多观看者认为 这个外星人不是被意外杀死的 而是被折磨死亡的 外星人的争论 现在 新西伯利亚的雪地里 躺着一个死去的外星人是什么 一位匿名人士 在网上分享了一段视频 其中他提到一个物体 刚刚从天上掉到地上的冰里 他以为那可能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但当他走进那个物体时 发现并不是UFO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死去的外星人 眼睛从脸上突出 身体正在腐烂 视频片段在新闻频道 和不同的YouTube频道中广泛传播 对其是否存在存在争议 人们说那不是什么不明飞行物或外星人 也许是一具腐烂的尸体 地精胎儿 墨西哥一向令人震惊的发现 让互联网上充满了兴奋和担忧 据报道 工人们在圣玛利亚的一个旧仓库里挖掘时 发现了一个类似地精胎儿的神秘生物 这个录像显示 这个奇怪的实体有着小身体 尖耳朵 大鼻子和爪子一样的手和脚 很像指环网里邪恶的小鬼 这一发现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猜测 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未被发现的民间传说 然而一些医生提出 它可能是狗或猫的胚胎 不过这种生物的真实身份尚不清楚 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现在就来到这期的精选节目了 这张照片于2022年12月21日 在俄罗斯莫斯科郊区的丛林中被发现 之后被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视频中显示一个巨大的蜘蛛状实体 让一位旁观者大吃一惊 早些时候拍摄视频和照片的消息来源 确信它有不止四条腿 这就留下了不止一条腿存在的可能性 没有人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 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在那里结束的 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讨论 你可以在评论中分享你的想法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感到最惊讶呢 或者你还知道俄罗斯的其他发现吗 请在下方和我一同分享 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